非洲球员以速度耐力对抗组成 而猎豹则是对他的最佳包奖 本期节目为您介绍非洲十大巨星 来自喀曼龙的埃托尔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之中 埃托尔累计拿下了四次非洲足球先生 在2005年 埃托尔刷入了世界足球先生的三桥 堪称非洲球员的最强表现 来自喀曼龙的猎豹 在黄马、巴萨、郭米等多支球队都留下了自己的踪迹 三次西甲冠军,一次一甲冠军 三次欧冠冠军 是其圆满职业生涯的丰盛收获 在现代支球史上 埃托尔也是唯一的一位连续两年在不同的球队 获得三冠王的球员 国家队方面 埃托尔代表喀曼龙出展118场 打入56球 埃托尔更帅领喀曼龙国二队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多下金牌 除三次站上世界杯舞台之外 以及在2000年、2002年 两次多下非洲杯冠军 如果只是以足球竞技层面的角度 来衡量埃托尔的职业生涯高度和巅峰长度 可以说埃托尔是非洲球员的最高顶点 荣马一生为你带来了荣誉 而不懈和努力才是你成功的根基 不知何时还能看到 如同草原上猎豹的犀利目光 用自己的速度和人球结合的极致 来诠释足球场上的登峰造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